各位欢迎来到赵旅排案 韩国又有人自焚了 就在几天之前 韩国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 在首尔市中心当街自焚 后来人们在检点他的遗物的时候发现 他有一个核心诉求 那就是反对日本对韩国的经济制裁 日韩矛盾一年多以来 终于达到了一个爆发的顶底 日本一方面告诉韩国 我对你禁运了 很多原材料也好 零部件也好 我不卖给你了 我等着你的芯片也死 另一方面 韩日之间已经互相把对方 从白名单中踢掉了 当然了 这个踢是日本先踢 韩国不得不跟着的 也就是说 正像我们此前节目中聊的那样 日本是稳稳的抓住了韩国经济的七寸 对韩国来讲 经济上非常被动 那么韩国人民怎么样 韩国人民拿出了他们的传统武器 抗议 最近一段日子以来 韩国的抗议之声那是此起彼伏 几十个公民团体 上万人经常在首尔市中心打出标语 反对日本 更多的韩国老百姓抵制日货 什么日本汽车 不能加油了 日本旅游不去了 日本优衣库不买了 甚至日餐都不吃了 当然 韩国人在坑衣的时候 人家还有一个传统的套路 那就是一定要有血的出现 这次这个老人的自焚 绝对不是第一起 此前就有另外一个老人 在日本驻韩国大使馆门前 撞车自杀 车上还携带了几十个煤气罐 其实翻翻历史 我们就能看到 韩国对于日本的血性 一直是很强的 十多年前 我都记得有个新闻 说是为了抗议 日本把独岛称为日本的政策 韩国有几十个青年人 排着队 站在日本驻韩国大使馆门前 一个挨一个的 用刀把自己手指都切掉 来抗议日本 是的 通过这林林总总 此起彼伏的抗议 我们确实能够感觉到 韩国人是非常有血性的 韩国人对日本是非常愤恨的 在这个当口 韩国人也确实需要 把自己的愤怒表达出来 但只不过 看到一个又一个生命渗亡 一根又一根指头被砍掉的时候 我们也想说 这个韩国人 是不是太有血性 咱们这么讲的 你今天在本国 你把自己手指都切掉 你把自己生命丧失掉 你对日本政府能有什么警醒作用吗 你对日本人能有什么警醒作用吗 会有多少日本人看到韩国群行积分的反日本 甚至不惜付出生命代价 然后日本人就觉得 哎呀 我们错怪韩国人了 还是给人家不要经济制裁吧 恢复本名单了吧 日本人会这么想吗 这个豺狼 他有可能流下自己的眼泪吗 当然不会啊 所以我倒是觉得 抗议是对的 应当让日本政府感受到 韩国人的诉求是什么 可是自残就没必要了吧 咱们可以举个不恰当的例子 很多情感专家 在告诫女孩子们的时候 经常说一句话 说你的男友啊 如果因为你们俩之间的情感 做出什么自残的事 你千万不要觉得他这是对你好 这个人可能心理是有问题的 有的男孩经常跟女朋友这个感情出不顺的时候 自残啊 自己光光拿拳头打自己脑袋 或者拿小袋把自己这个手中切下来 以表示他跟他女朋友爱的有多深 实际上这确实是有心理疾病的 很多情感专家都告诉女孩子们 遇到这样的男朋友赶快趁早分手 要不然以后会非常麻烦 同样啊 今天韩国的自残是不是太多了 对于日本的反抗也好抗议也好 难道真的要用生命和鲜血才能表达吗 其实我们以前早就讲过 韩国能打的牌还很多呀 没有必要让老百姓付出生命的代价吗 照理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